欢迎收看97年江浙户独生女的 备婚日常吴老哥第二代 哈喽各位早上好 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午好 一觉睡到个早上十点半 今天是我们的备婚日常Vlog第二代 今天中午约了一个新娘试装 对吧 今天大家又陪我一起云试装 怎么收拾收拾出门 约了我姐陪我一起试装 现在先去接她 到了到了 看这一桌化妆品都价值不菲 谢谢睡年后 对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忙多 一直在忙多 那个 你咬了三个眼睛 要去打射准备 不打了吧 脸是小的底下来 你的胎药保证不能卡粉 但是你的皮肤也有个担心 你的皮肤理智本来就很快 皮肤平常不好 保护理性 最主要就是一个内沟 还有一个就是强谷的问题 可是你应该把你面中这块皮了 这块要绑完了 那个全火 反而不会显到头 然后就是疯狂的提亮 我觉得这个已经够很大 现在试试外贴了 对 因为你的眼睛稍微是会压眼皮的 然后外贴的话 它可能会更撑起来 因为外贴的话 你的眼型 不太好看 但只要是看去你自己接受 因为你觉得自然够了 我们就自然的眼也挺好的 只是外贴还会增加你眼皮 眼睛更好看一点 对 因为你的眼睛还是稍微有点压眼皮的 本身眼皮不够好了之后你再撑好了 现在的话就给你看一下 那个但服装这种挺好的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一块 我觉得这块更好 是它眼型给我拉长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 而且这样眼型拉长会显得你这块轮廓更平滑 对 这边的话眼睛不够长的话 这边还是会有点 这就是脸型 这个脸型 原来做性的认识 口红吗 对 你可以把那个口红留下来的 我这根条本来最远一点 你看看它整个眼型的话 它会更自然一点点 涂一点在你的抹肠呀 然后跟那些脸线啊 你就上进去 刀了我刀了 然后现在做第一个成袍造型 成袍就选择了批发 听见啊 这就是第一套成袍造型 然后底下我会偏一个白色的纱裙 然后现在做迎宾造型 现在换竹杀造型 然后做绣盒 绣盒小姐姐给我试了两种 一种是这种红色系的 第二种是这种蓝金色系的 试了四个小时终于结束了 回家回家 回到家老爸准备了一桌粉材 还有我最爱的烤鸭 这菜系真的很绍兴啊 哈哈哈哈 一下午视装真的把我饿惨了 来点我长沙带回来的下饭酱 这个剁椒皮蛋酱 我必须要说一下 它真的很好吃 OK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大家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